剛才提到,其實太陽能股,你覺得是一百 香港是否都有這個情況,還是駁一些 之前很強的車股,最近因為股神減持的憂慮 即是應該駁一些,近期都可以炒開 有個回落,有個機會吸納,還是不是,都要小心 那些股份 其實我覺得是兩體的 因為如果你說太陽能的板塊,在香港上市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比較中上油的 但其實現在吃得最正的反而是一些比較下油的 一些inverter的東西 那變成其實是,你見到nphase的inverter 那其實就會變成在香港那個上市的選擇 未必完全吃得正 那反而是,反而反過來 可能在香港也是用著那一款ETF 即是太陽能那一款3134 那個就因為比較買多了少少A股的股份 比較容易吃得正,剛才我說的整個大趨勢 或者如果你要吃多些中下油的東西 可能它會比較協調 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